亲爱的朋友好 今天是27号 8月27号 利用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聊聊这个港独的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伪话题 注意啊 港独这个话题在香港 没有人议论 为什么呢 纯粹扯淡 因为不存在这个话题 比如说绝大多数的香港人 99.99%的香港人 知道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之下 和平时代 寻求香港独立 死路一条 不可能成功 那么搞政治斗争 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还需搞 那不是有病吗 疯子吗 所以说在香港 没有人议论港独的话题 极少数个别疯子 中共特务派那 为了执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 这个栽赃陷害的任务 可能会炒作一下 打个制造个小旗子 上大间晃一晃 拍个照 有啊 可能性有 但是也很少 因为不得人心 所有人都知道 港独没有前途 所以说没有人议论 但是呢 港独在中国大陆 卧槽那是个主流话语啊 你打开大陆的网站 从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啊 官方的那些 那些鸡巴毛 那些宣传媒体也好 全是讲港独 好像港独已经就在眼前了 就要分裂国家了 当然呢 不可避免的 中共也派了很多的水军 很多的五毛 翻墙出来 到境外的自媒体上 推特啊 YouTube上啊 或者Facebook啊 在那大量的批判港独 这就是典型的 唐吉克德现象 不存在一个东西 唐吉克德想象出来 一个风车 在那大战风车 把风车当成自己的敌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 就是帽子工厂 四十万给你扣一个帽子 你这个阶级敌人要复辟 我们要打斗你 就是这个 很愚蠢的一种做法 共产党特别擅长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 港独这个概念 是一个伪概念 这个话题是一个伪话题 只有那些五毛 和相信五毛 说的那些 或者说 简单讲 就是吃了五毛死的人 才愿意炒作这个 这个港独这话题 所以你看任何人 推发帖子 说他 他在这个文章中 他正耳八经的 在那去谈论 港独的问题 这要不就是一个特务 要不就是个五毛 要不就是吃五毛死的那些 那些狗屁不通的人 所以这个 这就是港独 就是咱们开篇 先给他来一个定性啊 所以在香港不存在 没有人议论 这个你看香港报纸 没有人议论港独的话题 但中共特务例外啊 因为香港实际上 驻扎着中共各派的特务 这个各条战争特务很多 有的是执行这个部门的任务 有的执行那个部门 乱的河啊 咱们就就不说了 那么这个港独之所以成为大陆这些傻逼们 很多人信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宣部有一个内部文件 我今天啊 重点在这给大家讲讲 这个中宣部的这个内部文件 这个标题叫做 关于当前局势的宣传要则 中宣部的啊 他一共讲了七八个方面嘛 第一 第一啊 就是说叫严禁正面报道 香港市民的任何民主自由诉求 不许正面报道啊 那就是充分使用政府 掌握的这个话语前呢 占领雨情制高点 就指导大陆的这些官方媒体啊 就是要按照下面三个之增 来给香港的这个游行示威事件 给他定个性 就是先给你定个性 这是中共中宣部给这个 香港的这个游行示威啊 民主诉求的定性啊 定性都是非常阴险的 第一定性有三个 第一 要把香港人民的这个诉求呢 把它定性成爱国与港独之增 就是那些反而是要求民主的 都是港独啊 反反对游行的 因为共产党有的时候 擅长组织一些闪避群众 去反游行啊 这个都说爱国 怎么完全倒过来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和平与暴力之增啊 就是你们那些要求民主的啊 反送中的都是暴力 你们都是暴徒啊 你们要搞暴动啊 那么反对他们呢 都是和平 叫和平与暴力之增啊 第三呢 是法治与动乱之增 就是共产党擅长 把那他不喜欢人啊 扣一个动乱的帽子 那么1989年 30年前 邓小平就用过这一招 1989年 四二六社论 就是给你定性为动乱 学生爱国诉就是动乱 我们制止动乱 我们讲法治 他他妈倒过来了 你知道吧 香港人民的真正诉求 就是说香港的法治 我们留下来的这个殖民地 传统英国传统的这个法治 这个 现在面临的侵蚀 面临着这个送中条例 就是这个 要剥夺我们香港人民 享有的这个真正的法治 你共产党那个 红色的这个 这个 无存心专政的铁拳 就伸到我们香港来了 这哪行 香港人民吓坏了 就是本来香港人民的诉求 是要求真正的法治 反对共产党 无存心专政 对于真正法治的破坏 共产党倒过来说 你要求就是动乱 我镇压你就是法治 操 这就是 所以说 所以这个第一大条 就是 一定要给香港人 先给他定个性 在三个之争 就是爱国与港独之争 和平与暴力之争 法治与动乱之争 所以他给香港人民的民主诉求 扣了三顶大帽子 第一个你是港独 第二个你是暴力的 你们都是不要搞不动 你是暴徒 第三个你们是动乱 这是共产党三十年以来 一直就是这种思维 他就到现在还落后于是 还是邓向平那个时候 那个筷子手的思维 这是第一大条 就是说 中共宣传部的这个要求 第二大条是这么说的 叫适量报道有关的民生诉求 注意是民生诉求 就是香港人民生活比较难 个别人生活很困难 但是点到为止即可 不宜过度突出 允许在适当程度里 讲政治事件 转化为经济事件 但是从根本上讲 还是要将其定性为 刑事犯罪事件 这他妈的中宣部太阴毒了 中宣部指挥的这些官媒 中国大陆的官方宣传机器 他就是要把香港人民的 这个民主诉求定性为 刑事犯罪事件 这是第二大条 第三大条 就是淡化参与抗议示威的总人数 和民众支持度 突出报道支持政府和警方的声音 对社会人群 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划分定性 就是淡化 如果是真正游行抗议人太多的话 那么一百万 少说点 少说点 十万 就是这个要淡化他们的人数 淡化他们的民众支持度 突出报道的是支持政府的声音 和这个支持警方的声音 对社会人群 注意啊 下面报道这个细节来了 中宣部要求的中共的媒体 对社会人群按以下方式 进行划分定性 第一 第一 把没有参与游行的民众 定性为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大多数都是用户共产党的 把没有参与游行的民众 定性为沉默大多数 真实情况 沉默大多数其实是 支持这些游行示威的 就是他有一个基本量 但是呢 自己没有那个胆量走出来 一般沉默大多数这个情况 那么这是第一 把没有参与游行的民众 定性为沉默大多数 虽然没有上街发生 但是内心支持政府 支持警方 这是中共的宣传的要点 这是第一个要点 一共有三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是把参与游行的民众 定性为年轻无知 受人挑唆 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当枪使 这是个共产党啊 凡是人民上街有诉求的 他一定跟你说成是 西方敌对势力 都是这些上街群众 都是无知 这些共产党历来如此 第三 把参与冲击政府机构 和武力对抗警察的示威者 定性为恐怖分子 注意啊 恐怖分子 如果警察来镇压你 你跟警察打还手 你自队 你就是恐怖分子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要点 这是第三点 所以说这个 这是共产党啊 这是这是个 这是第二大类吧 这是 这有点乱了啊 第三大类刚才是 就是淡化参与示威的人数 和民众支持度强化 就是中共宣传的 要强化民众对于政府和警方的支持 就是这个 那么下面第四呢 在文字图片视频报道中 突出一下几个方面 讲得很细啊 这中宣部要求 要求中国的媒体啊 对于文字和图片的处理啊 有一些几个方面 我今天要擦一点啊 那擦一个细节 今天的纽约时报 登出了一篇照片 就是一个大叔啊 在那举手这样啊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一个警察呢 那个警察拿着一把手枪 你对着的脑袋啊 照下来 那个拍摄角度呢 是从这个警察的这个 胳膊这个方向过来的 手枪是非腾 是一个银色的手枪啊 是一个大概是铝的吧 手枪啊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大叔啊 那个标题是写的是 这张照片让人想起了 三十年前那个坦克人 大家记得在1989年6月5号 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附近 有一个年轻人啊 有一个挡住了一列 一列坦克 大概有个七八辆 十来辆坦克装甲车 那个是震撼了全人类 那张照片获奖了 这个照片有那个意味啊 我看到之后呢 我也我也很受刺激 立即想到的是那个 他这个风格啊 像那个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 在越南战场上 美军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战地记者 拍下来两张照片 一个是这个 一个越 南越的一个一个人 要枪毙一个共产党员 那个那个正要搂火 还没搂火 吓死了 还有一个是一个 裸体的两个孩子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这个逃命啊 那个是拍下来的 这两个照片都都震撼了 美国社会 激发了美国民众 对于这个越战的这个反对 那当然回头一看 美国人民反越战 是反错了 导致了干扰了美国的军事行动 造成了军事失败 那是几百万越南人民 陷入共产党的统治 这个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一种 战争的失败 但是美国人呢 他珍惜自己战事的生命啊 他觉得我们美军在那儿 虽然说我们 战就是在战斗的格局上 美军从来没有输过 就是在战术上 打一场战争 美军是在上手啊 因为他的武器特别先进 但是最终输了这场战争啊 这个是非常荒唐 非常滑稽的一个一个现实啊 那么其中有几幅照片 震撼了美国社会 我现在讲的这张照片 是发生在香港 昨天星期一吧 有一个记者拍下来的 这个记者的名字我忘了啊 纽约时报有报道 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拍下来的 后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也有记者 人民日报把这个视频给调出来了 我待会把这个视频呢 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放一放 这个视频显示呢 这个大说呢 本来是警察跟示威群众对峙 越走越去 警察是核枪实弹了 已经上了膛了 就是要准备要随时开枪 那么一触即发之际 突然间从运轰队伍都冒出一个人来 一个中年男子 这个男子冲到前面 冲到警察和示威群众之间 伸出双手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要制住啊 警察你开枪你先打死我 然后然后呢 他冲过去之后 然后先是站着 然后跪下 仍然是阻挡着这个这些警察 当然最后警察没有开枪 警察那个枪是对着他那个脑门 就是没有开 没有low这个扳机 这个整个镜头被拍下来 被处理成黑白照片 特别有震撼力 这张照片有可能会得奖 得这个普利策摄影奖 因为他表明了一个香港人民 现在在争取什么 怎么争取 他们的敌人是谁 注意啊 到现在为止 香港示威群众的敌人 还不是习近平 习近平没有下命令 要求军事镇压也好 或者暴力镇压也好 或者是非要血腥镇压也好 没有 习近平还没有下这个命令 我判断习近平 没有这个胆量下这个命令 因为习近平考虑的 镇压之后的后果呢 这个层面不一样 他是必须得有国际视野 昨天这个G7 这个七国首脑会议 也对香港问题 发表了非常明确的表态 就是说这个香港问题 我们关注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血腥镇压的局面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说的 那个所谓1984年 那个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过失无效的文件 这个我们认为是不能这么说 我们认为那个文件仍然有效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于自己过去做出的承诺 签的约定 要遵守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必须 必须 要做出的承诺 要必须呈现 必须要 要 要 要这个兑现 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美国 川普总统 对香港问题要求 和平的 人道主义的解决 那么 G7 就是另外又追加了六个工业文明国家 这个可以说世界上大概美国之外的六个最牛逼的国家吧 立场一致 完全一致 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必须 这个 这个 这个兑现自己的承诺 这个不能够说 上罪 纯一对下罪 纯这个中兴联合设计就废掉了 哪那么容易啊 你跟你老婆离婚 你还得协商一下 你还得去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 去那个 去协商 或者你要是老婆不愿意的话 你还得判一下吧 还得到法庭打个官司吧 怎么能单方面宣布这个 会有这个结婚证无效呢 这不扯淡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在面对国际上的这个 呃 贸易战也好啊 这个香港问题也好呢 基本上处于一种弱智状态 那这个怎么可能处理好呢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现在是完全搞不定香港 搞不定国际 搞不定美国 他能搞定中国人民 他通过中宣部 通过这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几百万这个武装警察部队 通过无参见专政铁权 他能搞定中国人民 啊 让中国人民要么就不说话 shut up 你说话就说 他妈把香港说成是港独 啊 咱们接着说 中共中宣部啊 要求中国的媒体在文字图片视频的 呃 报道当中突出一下几个方面 我看有几个方面啊 要求很细啊 咱们一个个解释一下 一共要求六个方面 那就是中共啊 中宣部要求处理关于香港啊 这个呃 反送中运动游行事业过程中的文字啊 不啊 文字图片视频 具体的管理细则 第一 突出报道游行队伍中出现的港独标语 和英美啊 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旗帜 以此说明示威者试图与西方敌对势力相互勾建 实现港独啊 同时尽量避免在图片 或者在视频报道中出现有关民主自由的标语 看到了吧 这是他们就是专门挑那些 呃 有港独的标语的呀 或者说是英美国家呀 呃 他们的旗帜呃 拍下来我们重点报道 就说你看游行 你他妈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呃 马前卓 这个意思 如果没有呢 没有咱们自己派个人进去啊 呃 中共一直想派这种特务 混杂在游行队伍当中 呃打出这种港独的旗帜了 呃 这个一直到现在啊 没怎么得手 呃 经常被抓出来 为什么经常示威 你发现示威 你发现示威 抓住一个中国大陆口音的技术 那痛哦啊 就是因为就发现这个他妈的中国大陆技术 忽然间打出个港独口号来 就这个意思 那个现在香港的这个人民啊 体力性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中共 虽然说都是中国人 呃 这个从广东找一些说这个广东话的啊 语言上也可以做到 呃 这个鱼目混珠啊 都都可以做到 但是 但是 这个政治倾向 一看就 人家香港人民这个 这个一下就看出了 哇擦 你他妈找乱的你是 你他妈的 我们 我们都不要求港独 你需要打一个港独机制 打死你家的 你就是经常有所谓 暴力殴打事件啊 就是这个 那个上次不是那个 负什么屌玩意 负国豪还负什么 就是所谓 号称环球时报的那个傻逼记者 那小子是国安部一个特务 他就想干这个事 他到那表演去啊 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报道意图去表演 去摆拍 他带着设置组 回来之后啊 给中央写报告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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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我了啊 就这个 全台湾就是共产党 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 在第三大类 第四大类啊 在文字图片视频报道中 中共要求啊 突出这么几个方面 就是突出报道游行 是队伍当中会出现的港独旗帜 和这个啊 和这个赢美国家的旗帜啊 以此来说明 示威者试图于西方敌对势力 想勾结啊 就这个意思 实现港独 就是弄虚作假了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条啊 鉴于事件广泛的国际影响 我们完全可以预计 西方媒体会就此事件 向政界人士发问 比如说向外交部发言人啊 发问 也可以完全预计 西方政要 会对示威者表示支持和声援 对于这样的表态 我们求是不得 必须突出报道 以此说明西方敌对势力 试图搅局制造混乱 这个被他们预言到了 中宣部这个想到了啊 你看到现在为止 川普总统也表态了 对不对啊 西方这个G7 这七大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峰会都表态了 他是不是敢 打仗旗鼓的报道呢 我也表示怀疑 我估计中共真真说 你看这个最好的一个视频啊 是法国总统这个 法国总统这个 最后用法语的一个发言 就是讲这个事 因为法国是 东道主吧 他就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 说你中国现在不承认啊 说这个什么历史文件 我想这个扯淡 我他是代表七国收纳会议的这个 东道主 讲这个话 非常有分量 在网上大量流传啊 大家到我的推下 可以找到这个视频 马克龙还是可以的啊 别以为他娶了个 比他大二岁的媳妇 他就怎么着 马克龙跟那个川普啊 有一个照片特别有意思 川普嘛 这个川大爷嘛 他把你这个这个 这个坐在凳子里 就是两个大腿就插开了嘛 就等于是把那个鸡巴啊 一点都不握着 让鸡巴舒舒服服的 坐在那个沙发的面上 就两个大腿开着啊 这个在英文当中有个词 这种做法 男人的这种做法呢 叫叫Chad C-H-A-D 叫Chad 相反呢 这马克龙呢 跟他坐在对面 两个人两个人对坐嘛 马克龙呢 是坐的是 等于是像女人一样 女人呢 就是两条腿并着啊 两人就并着 然后呢 等于是那个 那两那男人的话 那两条腿并着 那个那工具就受伤了 受挤压了 没关系啊 两个脚也并着啊 这个两个脚也并着 这个在英语 在英语当中也有一个词 就是这个两个人 这么对坐呢 有一个正好一年以前啊 英语当中 刚刚流行的一个词 所以这个 这是英语当中的最新的俚语 他俩就表演出来了 完全被这个 新闻记者给拍了 照片非常有意思啊 到我的推下去 找一找这个照片去 第三 突出报道 示威者冲击政府机关的行为 突出报道 示威者冲击政府机关的行为 冲击政府机关呢 现在呢 发生过 还是相对和平的 有这个 往这个警局啊 涂屋 喷漆啊 把这个中共的那个 所谓的国会啊 给他 给他涂屋啊 这个都发生过啊 但是规模很小 完全不足以撼动 中共的这个 敏感神经 所以如果 港府 对于这个五大诉求 不做进一步的这个 不做积极的回应啊 继续拖下去啊 我估计这个 冲击政府大楼 这个行为会发生的 因为你不占领 大楼的话 最后政府不同意啊 不会向你妥协嘛 你要让政府向你 做出来 跟你认真的谈 那必须得占领 他的政府大楼 所以这一天会发生的 中宣部已经等好了 他们会突出报道 示威者冲击政府机构的行为 那你报道吧 反正和平冲突 最多把大门给你砸开 然后几千人冲进去 站那不走了 怎么办啊 你你机枪 你机枪扫射啊 所以这个第三 这是第四 第四 突出报道示威者 突兀国旗国会 和任何政府 徽章标志的行为 这个我在这 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中共 在中共的法律规定里边 你突兀他的国会啊 国旗啊 他这不得了的事啊 他看得很严重啊 因为中共没有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边 这些东西就比上帝还装严 就是中共的话 就大流氓嘛 你怎么能够毁坏大流氓的东西呢 所以他认为这是不得了的事 在真正的民主 像在美国的话 烧个国旗无所谓 烧个国旗不是问题 言论自由 它是一种表达 我自己花钱买一个国旗 我把它烧了 我爽 我解了汗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因为我没有伤及任何人 至于说精神伤 你说的伤害那是你的问题 谁让你精神那么脆弱呢 这是美国人的典型的这个标志 那英国跟美国是同步的 所以说按照香港人的这个既有的自由习惯的话呢 损坏国旗 屠污国徽 这根本不叫个事 但是在这个问题 在香港呢 还成为一个事 不是前段时间不有一个 发生了一个事吗 就是有人把国旗扔到垃圾堆里的 或者扔到海水里的 梁振英还 梁振英还出来做个秀 我说他要悬赏一百港币 一百万港币 抓拿 抓拿那个凶手 谁把国旗扔到海里的 抓着我给你一百万港币 这是他妈的 在美国人看来很滑稽 在美国人看来很滑稽 但是在香港呢 大概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这玩意就看做的人多不多了 如果做的多了之后 我不知道他怎么执行的事 所以中共的中宣部这边呢 按照共产党的 就是反言论自由的传统认为 你烧国旗 你屠无国会 你这就是大不了的罪 你就是这个什么 我们在美国经常到 中共大使馆门前去烧国旗 烧党旗烧国旗 我们经常烧 有的时候觉得 喊口号也他妈挺累的 打到共产党喊半小时 没人搭理你 那就弄个国旗出来烧一烧嘛 过过瘾嘛 发泄发泄 在美国完全是言论自由 在香港是不是完全的言论自由呢 可圈可点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呢 这是弥天大罪 不是滔天大罪 第五 突出报道示威者 武力对抗警察的行为 如果有警察受伤 更要大力报道 到现在呢 警察受伤的情况很少 还真没发生 都是警察施暴 都是包括把一个女孩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眼睛啊 给打瞎了啊 这个引起很大的震动 因为那个女孩呢 是一个救护人员 她是个医疗工作者 她完全是按照 红十字会的精神 去去救助啊 这样的人在战场上 敌对双方都不能对她施暴 都不能开枪打他们 为什么在香港啊 香港的警察非要打 打下她的眼睛 这个是在国际 人道主义的这个大氛围 也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不能被原谅的 一定要把那个开枪的 这个警察 捉拿归案 绳之以法 这个是按照香港的情况 当然在中共报道的话 这是不 这个没什么呀 你倒霉呀 警察打了你 你一定是个犯罪分子 你爆乱了 我打你 还有什么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看你怎么说了 中共是希望你 报道呢 大幅度的报道 警察受伤的情况 现在 因为警察上街镇压的 他是 左手拿着这个 这个 一个盾牌 一个盾牌 你专头打在盾牌上 伤不到他们 右手拿着警柜 或者拿着手枪 那你说 你怎么能伤着警察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受伤的 有这个 死的有六个了吧 受伤的大概有 快快接近上百了 抓了大概有 快上千了 现在这个香港人民 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警察受伤的情况 还没有发生过 中共中宣部 已经等好了 有一个警察 要是受伤的话 大量报道 所以真正到了斗争 阶级斗争 需要的时候 中共的警察会 自己把自己警察 打成残废 打废了 打伤了他 然后大量报道 就说这是暴徒打的 都有可能啊 所以警察呢 也他妈挺惨的 所以我不是上次讲过吗 1989年6月4号的早晨 我们那个山东老乡 山东烟台地区的吧 是来一样的吧 叫刘国庚 所谓共和国烈士 打引号的啊 刘国庚 就是我后来 他死了没多久 我亲眼见到他的尸体 刚刚死没多久 被群众泼伤了酒精 泼伤了汽油烧 烧的那个阴部 衣服都烧掉了 阴毛都烧掉了 松枝器暴露在外边 大腿根这个地方 烧的烧了之后 因为就像烤过的肉 都半熟了 都是没有血色了 就跟塑料人一样 所以这个我亲眼见到的 他的战友 把他抛弃在那 他的战友 没有一个人出来救他 没有人为他抢尸体 没有人会顾及到他死后的 起码的一个战士 死后的尊严 没有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不care他 把他尸体扔在长安街上 待了好几天 最后被吊在这个 这个长安街 这个中 中间那个废弃的公共计身上 然后开场破肚 又破上汽油烧 这就是我山东老乡 刘国庚 我后来查了一下 他还真是个大学生 他是个大学生啊 他是一个重庆什么通讯学院的 一个军校的 一个大学生 所以后来 这个回归部队之后呢 就录武之后 军校嘛 本身毕业之后就到部队嘛 那么他可能是一个少尉吧 也就是个排长 副排长 这么一个位置啊 那么他的副连长 他的连长 应该认识他 为什么不来抢他的尸体啊 为什么不来救他呀 那这个问题我问过 我问过中共军方高层的人啊 他们回答不了 他本来还跟我牛逼兮兮的 我们怎么都让 我说你刘国庚死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管啊 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啊 所以就说在中共这个绞肉机里边 解放军战士也好 武警战士也好 包括香港前线第一线的这个警察也好 如果斗争需要 如果政府需要你做一个牺牲者 那就可以自己把你做了嘛 把你打死打伤了 然后大量报道 就是需要你的宣传价值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暴徒太文明 暴徒不会来打你 那我就自己把你做了 然后图片视频全上来了 中央电视台就天天报这个东西 你看香港的反革命暴徒 多么的嚣张 把我们的警察打成这个样子 还要烧他 就全来了 所以这个是中宣部的命令里边啊 要突出报道示威者 这个武力对抗警察的行为 如果有警察受伤 更要大力报道 这是他要求的 如果没有这个警察受伤 怎么办呢 警察可以自己做一个出来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升官了 那个警察的领导就可以升官了 第六 根据目前局势 日趋紧张的走向 我们可以预期各种抗议示威活动 将会进一步冲击市民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 要突出报道民众的不满 抱怨情绪 如果有在港的外籍人士表示不满和抱怨 更要绝对重点报道 就是说他要煽动这个民情 可能香港人当中 七百万人当中 有那么一两个人 脾气这么快 你游行你看 等我上班了 我买菜都买不着了 重点报道 以夸大渲染 游行示威 给市民群众 尤其是外国人 造成的不便 如果他们有抱怨的话 要拼命放大他们这个抱怨 这是中宣部的宣传重点 你想多他妈的阴损 他就是误导群众 这个第四大类 第四大类就是 严禁以任何形式报道民众中 理解同情甚至支持示威者的声音 其实香港市民很多人是支持理解示威的 因为他自己各种原因 他不愿意露面 有的人是戴着这个蒙面罩 戴着口罩 他是愿意说的 这个要严禁报道 中国大陆严禁报道这个东西 不能让大陆人看到 第五 对于境外流露的 警方使用过渡武力的视频图像 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屏蔽删除 绝对禁止在微信微博 以及任何社交平台上散播 绝对禁止散播 因为香港有大量的外国记者 他们会经常拍一些警察 警察施暴 对和平示威的群众施暴 开枪也好 扔这个催泪弹也好 或者是警官打人也好 外国记者拍下来 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传到境内 这个要严禁传播 一旦发现 立即删除 第七 充分利用大陆市场的经济吸引力 说服在大陆经商的爱国商人 和在大陆从事演艺事业的爱国艺人 勇敢发声 为政府和警方公开站台 这就是说的那些商人了 商人到现在为止还出现的不多 李嘉诚出了一个表态 李嘉诚的表态还被各种文化人做了各种解读 有些解读对中共官方极为不利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成龙 这样的艺人 所谓艺人 婊子无情 细子无义 这样的细子 要求要什么护起手 他还要什么什么 哪一天到天文官场去 结果因为天文官场太敏感了 中共怕失控 也给他叫停了 就是有这样的艺人 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大家 30年前1989年学生 上街示威的时候 那个时候香港和台湾的艺人 做了非常壮丽的表现 有一些歌他们唱得非常感人 一直流传到现在 包括那个 我上一次放那个中华民国宋 唱得非常好 现在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香港这么大规模的人 游行示威 我们看不到一首传唱得开的 这个文艺作品 没有一首歌传开 这是个什么现象 是艺人普遍对被中共给拦击黄了 还是艺人的这个创作能力都萎缩了 还是现在这个理想主义啊 这种艺人的这种公益心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这个 一个反馈啊 就是中共在第七条要求充分利用大陆市场的经济吸引力 就是说大陆有票房 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也好 艺人也好 别得罪 别得罪我们大陆小粉红 我们大陆有很多傻逼 在中宣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大忽悠下长大 我们听惯了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正能量 你得罪我们 我们不买你票 我们抵制你 而且境外也有很多小粉红 别得罪我们小粉红啊 所以就是用这个门票啊 用经济吸引力 来腐蚀香港的商人和香港的艺人 这是这是一个中宣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重要的方面啊 第八就是高度掌控对传统媒体的监管力度和对社交媒体的删查力度强势引导正确认论倒下 就说那就是不要脸了 就是删帖封号了 就是传统媒体就不说了啊 你想传统媒体你这么的想报道一点香港的真正的声音那太难了 根本不可能让你爆出来啊 就是通过 删帖封号啊 传统媒体一边倒的啊 宣传中共的这种歪理邪说啊 这种片面的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强势引导舆论倒下正确的舆论倒下啊 这就是中宣部啊 中宣部的一个内部文件 你这么弄出来的话 你大陆人只能吃屎啊 大陆人你看官方的那个报道 你只能吃屎啊 你看不到一点真相啊 真相全是这么歪曲的 所以说你只能翻墙出来看啊 有很多小粉红呢 还是 就是因为他只能看到中共啊 中共官方的东西 所以说呢 他这个跟这个外部世界的这种 这个什么呀 格格不露啊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这个总结一下啊 这个所谓港独的话题啊 是个伪话题 你要看谁 这个老是讲这个港独话题的话 那一定是个五毛 就是忽悠你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